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胡锦涛说。 各位记者朋友,早上好。因贵国政府的邀请,我即将赴贵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访问的前夕,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记者朋友在这里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和关心。 我还要通过你们,向日本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我这次访问正值春暖花开自己,可以说是一次暖春之女。 我衷心地希望,两国人民的友谊春暖常在。 胡锦涛表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 3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充分证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牧林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指出,我这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关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问题,胡锦涛说。 中日两国啊,一一带水,隔海相望。 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 中日友好得到了两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这是中日友好事与发展的坚实基础。 当然,在国与国友好关系发展的竞争当中, 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 重要的呀,是双方要坦诚相见, 友好交流,求同存异, 共同处境两国人民友好, 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至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从我气生的体会来看, 最有效的途径啊, 就是要加强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友好交流。 在接触、交往当中, 增进了解、 深化友谊。 使得和平公处,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成为两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关于北京奥运会, 胡锦涛指出, 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事, 不仅属于中国人民, 也属于亚洲各国人民, 属于世界各国人民。 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首先要弘扬团结、 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 推进奥林匹克运动普及和发展,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我相信, 有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 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参与, 有国际奥运大家庭的大力支持, 北京奥运会一定能够办成一届 有特色、高水平的体育盛会。 当前, 北京奥运会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我们热烈欢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体育健儿 来北京参加奥运会, 欢迎各国朋友来北京观看奥运会。 我衷心祝愿, 包括日本运动员在内的 世界各地区运动员, 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在回答关于中国中央政府同达赖方面接触的提问时, 胡锦涛指出, 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请求, 中国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 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立场, 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 而且要看他做了什么, 我们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 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我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 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 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 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 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胡锦涛还就八国集团 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 输日饺子, 大熊猫合作研究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会见时在座。